字幕志愿者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印象没有记错的话 所以这次我们要介绍的卡就是 这个卡是5DS所使用 而是难以所使用 也就是所谓的游行 游行用这个飞铁的到草很方便 因为他要保护自己 或是他要保护那些怪兽进行同步召唤才容易 我觉得这个卡是非常不错的选择 而飞铁逃槽 他是for starter death使用 是2008年 封面怪他是飞品战士 他效果跟动画差不多一样 当对方怪兽攻击渲染时 当对方怪兽攻击渲染时 你那只攻击怪兽才可以发动 放动之后 不能送墓而直接盖着 注意哦!他不是一直连环一直使用 而是一回合只使用一次罢 虽然他效果欄位都没有写 一回合使用一次 但一盖着的时候只能使用一次罢 可能官方没有解清清楚楚 不然的话大家以为 用了之后一直可以连锁 虽然这个卡是不可以送墓直接盖着 虽然是一个完保的卡 不然的话大家会補下来乱乱玩 除非你在哪上有 三张同样张卡才可以 假设你是该三张一样的卡 然后又摆动的话 你就发不出任何卡了 唯一方法是你用旋风还是其他卡 来破坏它就可以 虽然飞品和飞铁有点差 有点点类似吧 但是叻 它的英文名字有点差很多 飞品是这样 而飞铁是 不过有一张很像飞铁拳 不过这个卡还是飞品上是所使用的 不过也要看它的效果难为给谁使用 以上是飞铁三十讲解了 希望你们会明白一下 好了影片到位了 如果你超级东西我一定喜欢我的影片 请点按like 订阅给大家看 如果你是问小朋友 你去小朋友没给我 谢谢你放弃这个我刚才会不会 如果还是你跟我讲 我用飞铁到时候来保护你们就可以了 没有 看我下吧 好 等我们新的吧 Ciaos 如果您还没有开始加入我们的游戏王交流区 是不是不用紧 这边有个罪版的是不是跟他一巴掌的一巴掌下去 你就成为我们的游戏王的朋友了 但是如果你不想被牵包的话 不用紧 跟着念我的ROOSTEPART 第一 禁止吐槽成为发的图 第二 欢迎玩正版和翻版的玩家加入 三 违背者只能发出一次的警告信 第二次就马上就拜拜 第四 可以买卖裙子贴 但是三天内啊 一定要测下 五 别再去你有游戏王之外的东西 谢谢合作 六 本局接受OCG或TCG都有发贴 解决ROOSTEPART 就有关 以上是六个规则啦 如果你不想牵BOSS 过来过来给我听这个ROOSTEPART 好了 等你们加入吧 拜拜 Ciaos